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万代拼装高达模型FM系列自由高达上海立像限定版 话说1比1的自由高达立像在上海金桥已经落成了一段时间 但我才终于想起我还从未苹果一款自由高达模型 于是为了纪念挑了这款FM级别的自由高达过过手引 这款自由正是上海高达基地的纪念限定版 因此造型方面还原的正是坐落在上海金桥的高达立像 不过FM系列虽然同样是1比100比例 但并不像MG级别一样拥有内股价 因此版件数量并不多 拼装难度方面只能算中等 实地观察后发现版件分色虽然达不到MG级别 但也还算合理 虽然需要贴纸来实现更多分色 但贴纸的地方确实都是些小细节 至于另外一张标志胶贴更是常规操作 感觉这款的主要特点是拥有不逊于MG级的细节刻线 这也意味着拼装难度可能不高 但渗线会比较费时 这次依旧是纯速组 看看最后的呈现会是如何 优先完成了基本的渗线拼装和细节贴纸 整体看来无论是身形还是造型细节 都按照上海高达立像制作 令人遗憾的是 虽然形体还原 但并未实现1比1立像的外甲灰度分色 于是我决定先将细节贴纸贴上 弥补一下这方面的遗憾 上完所有贴纸之后 细节方面确实上了一个台阶 单论机体精美程度的话 已经足够令人满意 只是速组就达到这样的效果 其实超出我的预期 头雕部分明显按照立像造型做过优化 其实绝大多数分色部分也依旧是板件分色 需要贴纸分色的部分并没有想象中多 多数情况都是一些细节点缀和润色 真正展示细节的 是外甲部分刻线比较充足 当然这也必然导致 刃线方面会很耗功夫 另外为进一步还原立像 居然还附带两个支撑杆 而且虽然没有辅送浮空支架 却附带了一块椭圆形地台 和高达立像一样 将支架卡在翅膀尖端内侧进行支撑 实话说除了还原之外 加上支架确实能令站立重心更稳 地台虽然简单 但摆上去之后确实显得更精美 摆一个模仿上海立像的招牌姿势 美观程度确实足够 这确实是目前最还原上海立像的品装高达 这款产品的意义很明显 就是为了纪念上海立像的落成 可动方面 高达系列的素质一向不俗 这里只说些这款产品的特点 基础关节方面形式较为传统 但可动能力并无问题 手臂根部设有前翻关节 幅度不小 肩甲内侧喷口也有上下幅度 不过肩甲固定是C型扣结构 手臂活动过大会容易松脱 但腰部有小幅度前翻也算难得 前裙甲可以前翻调整位置 但磁轨泡外翻历来都是自由高达的短板 比较有诚意的是大腿根部 可以向前滑动伸长一截 这样除了可动更灵活之外 还会在站立时显得腿长 武装配置方面 光束枪和盾牌自然必不可少 对应的也一定会有一对握持手型 再加上最常规的光剑特效 就是全部的配置 握持手型依旧是拆分结构 将武器把手卡入内侧插栓 再将拆掉的半块还原即可 盾牌的把手通过插接不同孔位切换距离 当然在小臂后方 也同样有盾牌插接孔 不过自由高达最帅的 并不是常规武装部分 将腰间两侧的磁轨炮 通过关节翻折打平 再勾出内藏的把手握在手中 再将翅膀内藏的鲸鱼光束炮 通过关节翻向前方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火力全开 而自由高达最大的标志 就是这对能分片展开的翅膀 展开双翼后的自由 才真正称得上是完全体 将卡在腰间的光剑取下装上特效 展开翅膀之后 无论怎样摆都会拉风一倍不止 比较对不起大家的是 我手头居然没有找到 1比100专用的支架 于是浮空造型方面 就无法做更多展示了 总的来说 以FM系列而论 这款自由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只是加上基地限定的标签之后 300多元的售价 确实性价比较低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价格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